1月15号 我校国际教育学院组织140名留学生 来到明远山下的24桥明远园 参加一带一路中国年游园活动 来自巴基斯坦 坦桑尼亚 赞比亚等国家的留学生们 通过写书法 猜灯迷 剪冲花 画糖画 做棉花糖等民族活动 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尽管距离中国农历新年还有一个月 但大家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午餐间隙 留学生与中国学生 共同完成了一场文艺表演 中国学生带来了健美操 拉丁舞 并演唱了英文歌曲 留学生们则展示了独特的民族舞蹈 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 将现场的气氛点燃 当天下午 留学生们还分成五组进行拔鹤比赛 随着发令员的一声令下 大家都卯足了劲 进行力量与力量的角逐 经过激烈比拼 最终 巴基斯坦学生基善所领导的队伍获得了冠军 国际教育学院每年都会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这是我校积极主动对接一带一路 做好对外交流的一种特色 接下来 学校还将继续把宜春本土文化 融入到教育体系中 让留学生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 宜春的特色和底蕴 接下来 学校还将继续把宜春本土文化